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老师前不久我坐高铁我遇到了这样一个窘境 就是这个人排队很多大家拿着大包小包的 然后到我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了一些问题 我就需要退出来 这个人流是往前这个不可控的这种涌动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要逆行的话 逆流而上 就特别的困难 而且我真的是感觉翻山越岭啊 一直在说抱歉抱歉抱歉 我好像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光是火车站还有公园卖票的时候 这种情况确实挺尴尬的 今天咱们的这个发明项目呢 就与验票近战有关系 咱们赶紧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在我国人们选择出行的方式多种多样 其中一样交通工具 承载着亿万亿地劳动者 对家乡深深的思念 每到逢年过节 铁路就会迎来大量的旅客返乡 车票就会变得紧张起来 买不到票的旅客有时会选择铤而走险 强行闯关 这不仅扰乱了现场近战的秩序 也会给铁路运输带来潜在危险 为了了解铁路验票近战的实际情况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襄阳东站 这个票是从北京南的 不是我们这儿的 而且身份证好像也不是你本人的 不好意思打扰您工作 我是记者 然后呢我是拿了一个这个 已经捡过的票和别人的身份证来 想考验一下您 看您能不能看得出来 查出来了 是看着不对 然后呢我是有一些这个 关于咱们捡票的这些细节 想跟您交流一下 您现在有时间吗 这会儿不行 这会儿我们有点忙 要不等一会儿好吗 那您轮帮了之后 咱们来交流一下 怎么办 可以可以 谢谢您 没事 由于现场近战旅客比较多 为了防止影响近战秩序 我们的记者决定 等待值班员下班 没过多久 大姐就忙完了 我看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验证台 是吧 对 验证台主要就是在这个地方 要核对旅客的身份证和票面信息 你像我们验票的话 首先是把身份证放在这儿 这是一个身份证的一个阅读的一个系统 然后还有这个是专门的验票的 这个是可以扫除我们车票信息的 然后再有我们的电脑的 它整个的一系列的这个合成之后 就会显示 比方说你的车票和身份证是否相符 它这个就会给我们一个提示 合格或者是不合格 别的一些车票信息 它都会显示出来 但是我们还会有一个 我们自己的工作就是票证合格 我们会抬头看一下旅客本人 是否和身份证相符 因为有的可能怕的是 像我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案底 或者是别的一些什么样的人 拿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身份证 然后碰进来了 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需要再进行一个 人和身份证的一个复验 没想到简单的验票进站 需要这么多的流程 这要是平时还好 如果是节假日或春运高峰 势必给旅客进站带来不便 再加上偶尔有旅客无票进站 或硬性闯关 进站的秩序就更难维护 当遇到这种情况 车站又该怎么办呢 还是靠工作人员来进行 用手进行拦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 容易这个激化矛盾 因为在资历上面 如果有接触的话 给旅客给我们都带来工作 很多不方便 咱们现在这个实名验证台 用的怎么样 目前这个台子 可以说应该还是比较老化的 不管是从验证来说 和这个阻止无票 旅客进站来说 都不是很方便 也就是说您觉得还是会影响咱们的工作效果和进度 是吧 对对对 这肯定会影响的 那您知道有更好的验证的方式吗 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强行拦截会引发肢体冲突 不然又存在安全隐患 那又有什么样的机器 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发明人薛荣森 发明项目实名验证控制系统 薛荣森湖北省襄阳人原铁道兵 1984年转移到铁道部 出于对机器的热爱 薛公平时很喜欢研究各种机械 因此 每当当地铁路出现机器方面的问题时 铁路支援总会第一个想起薛公 一次偶然 铁道支援发现验票进站时 经常会出现旅客强行闯关的现象 便把问题反映给了薛公 得知消息后 薛公便一心投入到机器研发中 一干就是四年 最终机器还是被做出来了 为此我们的记者找到了薛公 你好 我想找这个薛荣森薛公他在吗 您就是薛公 薛公你好 我是这个中央石头 我还发明的编导 你好 我今天也是慕名而来 听说您发明了这个 咱们的实名验证台是不是 这就是这个大家伙 实名验证控制系统 它包括四个部分 验证台 盖章机 杂机 和返回通道 这四个部分是吧 这个是盖章机 原来手工盖这样子 然后它变成一个自动盖章子 这样一盖 然后这上面的章子盖上了 它不仅盖这个章子 它还把这个杂机打开 就盖章的同时 这个炸机就开了是吧 对对对 就表示允许通过 对对对对 我们旁边这个是什么呀 长了两个小眼睛 这是个收拉舱 咱们这个验证台上有 电脑 多卡器 扫描仪 有个公安 跟铁楼上 它都把它放在这个台上 当它这个验证台 就是一个叫勺 它不实用的时候 平时不用的时候 它这个设备 可以收拉在这个舱里 像电脑 盖章 那个什么多卡器扫描仪 可以放到这个舱里面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返回通道是吧 这是一个返回扎门 它这个扎门是扣 用值班人员的 按钮来控制的 然后这一道扎门 它是自动的 当你可以走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扎门会自动打开 这个是迎着广场这一切 人到广场上以后 这个门在关闭 广场的人 他自立在后面拍地 他不能通过这个返回通道 到这个地方来插地 那么这两道门实现了 无票返回 想插对 不是现在 听薛公说的很好 可实际测试中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为此我们决定 让师傅们实际演示一下 好 好 这位师傅 你就要返回去 他返回去的时候 我需要放 需要烂一个 返回扎门的 打开 这个按钮 烂了以后 你看他过去了 他就可以返回去了 自动关闭 他返回去了以后 自动关闭 但是这个 这第一道返回扎门 我还需要按一个 关闭按钮 他就关闭了 机器的好坏 很大程度上在于实战 为此我们决定 把机器拉到 襄阳东站 实际测试一下 很快 我们就找到了 襄阳东站 客运车间的周主任 机器又能不能得到 他们的认可呢 以前呢 咱们就是说 在旅客返回的时候 跟后续旅客 近站旅客 容易造成一个 人员上的对流 能冲突 我看到这个设计 有这个 返回通道 应该是比较 人员分流了 对 对对对 但是现场实际怎么样 咱们应该还是来测试一下 你看好不好 由于这是第一次 见到机器 周主任不免有些担忧 为此 我们找来一些旅客 模拟验票近站 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心机器 能经受得住考验吗 看着机器正常运转 周主任也是很满意 可接下来 机器却遇到了大麻烦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忘带了 是不是 没带了 就不能进站 麻烦你回去取 十分之来来进站 从这边门返回去 这怎么开不了 你等一会儿 我再给你开 开门 你快点好吗 我要赶时间了 我进来都从哪走 从前面 从前面 我再给你开的 你那这么麻烦 先死 你这个门都碰到 我孩子脚 你看我孩子才多大 是吧 孩子要小的话 都碰到头了 是吧 有胆子要走的话 不好意思 这个让设计 我去跟他们反应一下 这有点不安全 没想到 刚才还好好的机器 现在却问题不断 这可急坏了我们的学功 接下来的测试中 机器还会再出现 其他问题吗 坐路人刚刚你看 这都不方便的很 那个人从那走 走半天按钮按不动 还有个小孩也是 站在那儿 还相当碰到他了 哦 哎 你手怎么回事啊 这人 呦 实在这咋漏油了呢 哎呦 这漏油不少油啊 对吧 你这个机子漏油比较严重 桌子上 我工作人员手上 拿着都红红红一片 包括有时候旅客票面上 也是一滩油 你会摸摸的一手 都是吗 返回通道这个闸门啊 它非得用工作人员手动来控制 公众员在旅客进站多 在忙的时候 根本就找不到个 门门在哪个地方去 该起万张车票啊 这一块你们要考虑 充分要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大家都着急忙慌的 您说这个 我进也进不来 出也出不去的 是吧 对 因为我们自己操作 觉得挺方便 但是你们拉到现场的时候 人太多了 操作起来就不太方便 现在就是我们的时候 还不存在加油的问题 你们这一加油 油 它这个油就到处流了 对 这个问题原来我们 还真没发现 好吧 下回去以后 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 对于军人出身的薛公 上次机器的失利 并没有给他带来 很大的打击 反而让薛公 更加坚定地 走在机器研发 这条道路上 然而 就是这坚挺的身影背后 却藏着一颗柔情的心 2006年 薛公曾经为铁道部 设计制作完成 可车供水 集中控制系统 后由于铁路分局撤销 新机器成了一堆废铁 这深深触动了薛公的心 机器研发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一点一点看着它长大成型 这种情感 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我的菜都快炒好了 你怎么还没洗好呀 这盘子 让你洗完 你那地方怎么回事呢 还有那一滩滩水 是咋回事呢 盆子里面的水 被毛巾在这儿 吸起来流出来了 流这么大一滩 哦 这样的原因 我说咋回事呢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物理现象 如果利用毛细现象 盖章时 章面就不会沾上太多的油墨 也就不会出现 油墨粘手的现象 没想到一次做饭 竟然解决了薛公内心的大问题 既然有了思路 设计完成就只是时间问题 很快机器再次被研发出来 新机器又会是什么样子 为此记者和周主任 再次找到了薛公 原来这个盖章头 它是做垂直运动 这个油啊 它盖章子的时候 它没有沾油 那么沾这个油墨 它需要人工另外去沾它 一加多了它倒是流 加少了它干了 现在我把它改成 这个硬章头 它作为一个弧形点动 左边盖章子 右边沾油 它盖一次章子 加一次油 而这个油加到哪里 加在这个油杯的底部 然后呢 它通过一个毛细现象 使在底下的下面的油 渗到这个硬章的台面上 既保证到每次都沾到油 又保证到每次沾油 不至于太多 呼到这个车票上 到处都湿力 周主任要不给咱试一下 好好好 体验一下手感怎么样 这个东西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 看得出来吧 它做这样一个运动 这一次应该说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手上确实是没有油墨了 你看张中特别盖的 特别清晰了 我觉得这一块 应该这个改进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上次提出的几个问题 咱们全都改进 这个旅客他返回去的时候 他不需要做任何东西 他就看这个标志 他返回去 然后他出来以后 这个门他会自动关闭 他关闭了以后 外面的人 把这个门又是打不开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开关 只有旅客坐着 他身体必然会碰撞这东西 那么他就实现了 旅客自觉不自觉地 把这个门打开了 这个门 它本身是软软的 也碰不着 也磕不着 碰不着 很安全 机器看起来还不错 为此我们决定 让新机器和传统机器 实际比试一下 面对经历过时间考验的传统机 新机器 又能不能逆时而上 得到大众的认可呢 那我就去传统队上了 好吧 为什么去传统队 干一次试验的时候 按钮比较多 然后给人感觉到 比较容易手忙脚乱 那您想去哪一队呢 我觉得 您别觉得了 没得选了 发明队 发明队吧 修工 您好 您对咱们这次比赛 有几分把握呢 百分之百的把握 怎么讲 这个我研究它四年时间了 做了大量的实验 这个改进了很多很多 可以这么说 现场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全都把它搞定了 所以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相信它一定能够成功 由于真实的验证系统 需要联网 为了方便测试 我们决定模拟比赛 考虑到现实生活中 存在无票硬性传冠 和无证返回的乘客 我们在双方各六名旅客中 分别安插两名闯关者 和返回者 心机器又能否经受得住考验呢 你的车票过期了 去重新买票去 对 从前面 让让让让让 让它出去 让让让让 后面让让让它出去 请出什么车票 那不一定买了车票 没想到才刚开始 传统队这边 就出现一名成功闯关者 心机器这边 又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呢 先出手车票 总之 你的车票是明天的车票 就明天再过来吧 我还有十分钟了 我要算票 我再切两步要 你票呢 我没有票 我还有十分钟 对不起 对不起 已经停止检票了 明天再过来吧 十分钟 来不及了 已经停止检票 感觉怎么样 感觉比创造室好多了 创造室的失眠原证呢 就是好多情况 跟尼克发生车票 比如说尼克没票 或者是经常常常常 他可以强行通关 但是有了他 这一套新的设备呢 他不可能进得去了 他避免我们跟尼克 发生直接矛盾 设备比较好 而且下面 还有难风难起 会比较好 传统式的 下面人的靠点 前面靠在后面靠不到 很麻烦 这套设备还可以 还是新的还是好 传不过去 我又发回去了 传过去 上了车也麻烦 有安全隐宽是吧 对对对 刚才还不想进 新机器队的铁路支援 现在却完全改变了看法 看来新机器还不错 传统队这边 又是什么情况呢 车票什么事 我去送一辆 我妹马上就回来 不行 没得票 不让进 陈子 请出示车票 出示车票 因为传统队没有党板 无票旅客很容易闯过去 再加上没有专门的返回通道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降低了进展效率 而新机器这边 则是一票实现 验证盖章和放行 不管在效率上 还是秩序上 明显比传统队好很多 很快比赛就结束了 比赛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通过刚才的检验 我感觉到完全满足了 我自己的设计要求 同时我感觉到 代表我们队的黄师傅 也会很满意 咱们的铁楼客人职工 对这个东西 一定也会很满意 看您中气十足 这个我研究了四年时间 我心里没得底下冷心 今天终于是 心里一颗石头落地了 是吧 是是是 确实是这样的 很不容易 上次的设备只能说 比咱们这个 以前传统的 稍微要改进了很多 但是说 在咱们工作人员 实际操作当中 并不是很方便 包括这个 是吧 咱们说了几点问题 但是我今天看的 这个情况来说 应该还是非常不错 上回我们提出来的问题 咱们薛工都进行了改正 应该说能够满足 我们目前现场 实名证证的需求 跟需要 也能够为我们 更好的服务旅客 发挥我们一点能力吧 功夫不负有些人 经过多年的努力 薛工研发的 实名验证控制系统 最终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 薛工研发的 实名验证控制系统 经过两代改进 有效解决了 无票旅客 硬性闯关 带来的安全隐患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验票效率 让近战验票 更方便快捷 薛工研发的 实名验证系统 是一个很不错的机器 使车站的验票 更便捷 也有利于 维护乘客近战的 秩序 如果能加上 人脸识别技术 就更完美了 现在有一些车站 在适用 人脸识别近战 但是识别率还不高 会存在一些问题 如果将这两方面 结合起来 将会是 未来的一个方向 华老师您看 薛工的这款机器 终于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给大家 介绍一款机器 就有的时候 会遇见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都已经 验票进站了 到了这个车上 忽然发现 好像自己 什么东西忘带了 或者有一些 什么突发的情况 需要出站 这个时候 如果逆人流出站的话 那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也会影响到 人家进站的旅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 有一个别的通道了 问题就出现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个问题呢 我们赶紧随记者 再去了解一下 那位女客 你在干什么 我自己给她票 我都可以 她留着 大姐 您递票是要干嘛呀 您递票是要干嘛呀 我请几名 我买到票 我交给她 请她进来 但咱们这个是违反规则的 对对对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那您跟咱们大姐说一下 大姐不能这么做 不能这么做 让她去票厅问一下 你到货车室坐一会儿 没想到 本来为方便旅客 出站设置的出口 成了旅客 随意递东西的出口 那么 这个旋转门 究竟能递多大的物品呢 为此我们决定 实际检测一下 你看这很轻易就拿进来了 咱们这边的份儿特别大 那要这边呢 这边也可以啊 那我们试一下 好的好的 来 来 大姐 拿半点 对 从这儿递 对 没想到 这么大的包裹 轻而易举的就躲过了安静 如果里面装的不是食品 而是转凶器 那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这种潜在风险外 这种旋转门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如果有的旅客 携带的行李比较大 而且有比较多 然后进了这个门的时候呢 就容易被卡住 一旦被卡住啊 这个门是不能反转 就是导致你越卡越紧 而且除非有专业的人员 过来施救 否则像我们一般的 这样的工作人员 是很难把它 从这个卡住的门里面 弄出来的 那您现在想到 这个更好的解决方法了吗 还没有 我们也试了很多方法 但是就是基本上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正好找你们来求助 看有没有什么 就是更好的那些产品 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像这样 我帮您一起来想办法 如果找合适的 这个新的产品的话 我再联系您 好吧 发明人薛源 发明项目 智能平面 单向门 薛源 湖北省襄阳人 从小就喜欢机械 没事的时候 总爱古道古道机器 一凑然 薛源发现 火车站的出站口 比较简陋 旅客随时可以传递物品 存在不少安全隐患 便萌生了 做一台单向门的想法 很快 薛源就有了 大致的设计思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工 新的单向门就做好了 为此 我们的记者 找到了薛源 我们在正常的 一台火车站 单向门的情况下 在后面又串来了一台 半高单向门 你就是说又加了一个 就解决了吗 再加了一台 这薛源改进的想法 也太简单了吧 增加了一个单向通行门 单向通过肯定是没问题 只是这递东西 又会怎么样呢 为此 我们在两门之间 分别安排一个人 其中一人负责递包 另外一人负责接包 这次递包 又能不能成功呢 请两位美女 尽你们的所能 使劲往前够 还能再往前一点吗 中柳 这个包我递了 我感觉离得还挺远 如果想递过去 我感觉一点可能性的没 因为两个门之间 有一米二的距离 手是够不到的 那么如果你既然想 够到这个距离的话 那么这个人 在里面的人必须要出血 在外面的人又进不来 这样就矛盾了 薛源对自己的单向门 可是自信满满 可就在此时 现场的一位大爷 可就不服气了 我可以用 用这个跑的办法 可以用棍棍地 我两位伙伴 中间站一个人 前面站一个人 你地勤动心 重动心 我都地到我口 我怕你 您给我们这个模拟 演示一下好不好 好 来两位伙伴 走到记者上边 走到记者 我是记者 大叔 您对您的表现满意吗 我是很满意 你们三个算是 今天破解了我们这个难题 对 这个薛大哥的发明 我们今天是想了两种方法 把您这个 这个发明算是破解了 是吧 是 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证明了我这个发明 已经失败了 好在我们第二代产品 已经在研发当中了 弄好以后 也希望你们 能过来参观一下 好 好的 没想到 薛源早就有了 另一套设计思路 没过多久 新的单项门就做好了 为此 我们的记者带着王主任 再次找到了薛源 这个是咱们这个 单项门的发明人 薛源 你好 这是咱们 三阳登站的王主任 你好 你看王主任 这个也特别辛苦 来咱们这一趟 您给咱们讲解一下 您这个发明是什么 好吧 咱们这一代产品 是一个AB门 和中间的这个乘客 停留的一个缓冲区 那个旅客啊 从A门 走到这个缓冲区里面以后 等到这个A门关闭 我们同时我们这个闭门 才能打开 那么旅客就出去了 这样保证一个 单向通勤的能力 还有一个防风的能力 关闭的时间 就是完全取决于 旅客在这通行的 一个速度 是吗 对对对 旅客才走得快 那么这个门 就是关的也快 只是一个试验品 半成品 现在都是这个木板子 是看不着里面的 对对 我看你这个风 那个空间相对很封闭啊 对对对 但以后如果是成品的话 肯定都是钢瓦玻璃 都是透明的 里面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从外面里面外面都能看到 你这个是一个全封闭的环境 那声音传得出去吗 比如说如果说旅客被困在里面了 比如他要呼救啊 或者什么 我们比如说旁边的人 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吗 能听到 因为上面顶顶部是不封闭的 然后在这个门扇 运动的过程中 不管是有碰 夹 它都会自动伸缩 不会挤伤人 不会碰伤人 确保不会加到旅客 也不会加到小孩子 对对对 加不中 王主任 您给咱们率先试一下呗 好 小麦 好 来我来帮您领帮 好的谢谢 好 这门关闭了 那个门才能开启 对 施大哥您走第二个好吧 王主任的手机响了 王主任 您的帮 好 谢谢 你们两个怎么都在这儿 是啊 我们怎么又回来了 来来来 两位都出来吧 好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这个不是单向门吗 当时设计的时候 也没考虑到这点 就是能够串通这种办法 没想到 这个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是啊 那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这个完全没有实现单向通行 当时想的吧 也是因为也就是一个人走 也没想到后面有跟这么多人 如果说是团队那种作案的话 前面一个人 后面一个人 中间一个人 他就把东西都全部能 相当于都能串通了 没想到 单向门刚研发出来 就被推翻了 这可给薛源 带来不小的打击 单向门又能不能继续研发下去呢 华老师 你看薛工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他又想让这个通道 变成单向的通道 同时又想让车站 暖和 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 现在是瓶颈啊 这个瓶颈如何突破呢 他呢实际上是为了保温 这样让这个门能起到一个这个不通风的这种作用 然后如果他在这个门的地方给他进行一个改进 改成一个旋转门 而且他这个旋转门如果 他在 出的这一侧 进行一个 实时的这种遮挡 那他实际上就可以实现一个 单向的进入 我就从这个方向可以进人 然后我在这个方向进行一个实时的遮挡 那通道里边人是无法出去的 所以用旋转门的方式是更好的实现单向通道的 对 而且他这个旋转门如果是做的比较尺寸合适 然后两边在包边 实际上也可以做到一个不是很通风 明白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薛工如何改进 上一次的失败给薛员带来不小的打击 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薛员总喜欢出去走走 心情舒展了 思路也就展开了 一次偶然 薛员发现了酒店的旋转门 如果门体旋转的同时 侧面加装一个来回伸缩的侧门 单向通行不就解决了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设计 新门就要做好了 单向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为此 我们的记者再次找到了薛员 现在我们现在这个门 主要是由这个中间的主门 和后侧这个铝合金的副门 还有整个的门体的一个大的框架 再加上电控部分和机械部分 主门和副门是一体的 当这个我们主门在旋转的时候 根据上面的有一套机械的一个传动机构 它带着副门跟主门一起运动 咱们这个时候还得安装这个实体的门 是不可能说你用手一直在那推 肯定不是 咱们去看一下这个副门吧 副门前后运动 咱们这个主门是旋转运动 对它跟着主门走 它可以进入前后运动 副门动的时候我们这个主门就一起来动了 是 容易随停一般 主要是为了防止它逆向传递物品 还防止一个人的逆向通行 这两大功能 然后我看这个也挺严实的 肯定这个风也是进不来的 咱们这个工作人员也可以保证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一个比较温暖的工作环境是吧 对 冬暖夏凉 那我觉得您这个机器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还是得把它拉到咱们的车站 去让这个王主任给咱们看一下 说不定他有什么意见呢 是不是 我们说不定有什么漏掉的地方 是 行 那咱们还是走吧 行 我们走吧 听学员说的是挺好 可实际操作中又会不会像上次那样呢 由于单向门才刚做好 还没有经过测试 此时前往火车站 学员的内心还是比较忐忑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襄阳东站 单向门又能不能得到王主任的认可呢 是这个东西吗 对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来 您来看一下好吧 好的 学大哥 您给咱们王主任来介绍一下 您这个门到底是由什么来组成的 我们这个智能平面单向门 是由主门 副门和一些控制部分 电控部分组成的 这个门呢 我们的灵感呢 也是来自于酒店的那种旋转门 我看见这个门好像是没有缝隙 请看他这个旅客从外面能把东西递过来吗 逆向的物品和人员都不可以逆向进来 哦 那是这样 那如果说旅客带的有比较大的行李啊 或者是有小孩 如果说他们在通行这个门的时候 比如说行李被夹住了 或者孩子喜欢玩耍啊 这个会不会这个门呢 把家的孩子手啊 哎 头啊 哎 有没有这样情况呢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有一套解锁的机构 可以保证旅客的安全 和物品呢 可以随时拖出 好 那这个专门的机构 是可以就是我们自己都能操作呢 还是需要你们专业的人士 再过来进行操作呢 很简单 您这边都可以操作 由于这是第一次见到单向门 王主任并不是很放心 为此我们决定 让车站中的旅客 实际检测一下单向门 此时的单向门 又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呢 大哥 您之前见过咱们这种门吗 见过 在哪见过呀 在这个大酒店里 哦 酒店见过是吗 那车站的门您见过吗 这个没见过 今天是第一次 比我们在酒店里看得比较有见识 那您看 我现在让您这个 从这个门走出去 您觉得您有办法来走进来吗 试一下 试一下 是吧 想到您给咱们试一下 看着我们的体验者 五大三粗的 这力气可是会不小 我们的单向门 能不能扛得住呢 使劲 使劲 来 使劲 使劲 你觉得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是吧 完全不可行 没想到 我们的体验者使尽了全身力气 还是没实现逆向通行 看来门是没什么问题了 正当血缘很满意的时候 现场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如果从侧门方向逆行 又能不能成功穿越呢 问题机会下篮一档 相当大是吧 对 您都扛了一袋面来了 对 行 好 开始吧 好 行 加油 加油 好好好 很快 我们的挑战者就来到了门外 侧门在碰到挑战者时 自动停了下来 我们的挑战者又会不会成功挤进去呢 这也让血缘不由地紧张起来 大哥 感觉怎么样 不行啊 你觉得哪有阻力啊 哪不行 这好大力进来 那你侧点身呗 侧点身 这样侧过来 往进走 咱们都不想过 你侧一下试试呗 试试 不行啊 行 好 您出来吧 还好 慢点啊 很快 挑战者就走了出来 丹项门再次恢复到正常运转 我们的血缘也放松了下来 人家的设备好得很 好得很 在那儿有江湖 没得办法 就是拉脆是咋不敢 那您觉得别人有办法进去吗 哪个都没办法 哪个都没办法 我都大力死 没得办法 真是没办法 第一名挑战者闯关失败 为此我们选择了一个身材较瘦的人 这一次又能不能顺利挤进去呢 有点位 使劲大哥 麻烦了吧 这个速度还有点快 这个速度 好那您速度慢一点 等一下吧 你可以过 好 哎呦 你听听不信了 还在场面 好我们再试一次啊 第三次 好 哎呦 不行了 不行是吧 好 一般人都过不了 知道吧 嗯嗯 他速度如果人慢 他不能过 一般人过不去是吧 很基本的过不去 我们的主门和副门是连接在一起的 嗯 副门慢 副门也慢 主门快 副门也快 他们是一体化的 看来单向门是没什么问题了 可就在此时 王主任又提出了新的难题 这一次 单向门可要遇到大麻烦了 如果说有小孩子啊 在这个附近玩耍 这个门突然动了啊 然后他特别会被夹住 然后有一些就是旅客 比如带着行李 可能比如过大 或者是过多的话 啊 他在走这个 通过这个门的时候 他的行李啊 会不会被这个门的夹住 嗯 如果门的动力过大 势必会对小孩子 造成潜在危险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安全隐患 我们找来了气球和鸡蛋 来直观地掩饰 门的撞击力度 面对玻璃门的撞击 鸡蛋又会不会完好无损呢 啊 啊 蛋碎了 由于鸡蛋和玻璃表面的韧性很差 撞击后鸡蛋破散起来很笨重 没想到想要从内部拉走它 却很容易 看来 血缘可是没少下功夫 王主任 您刚才觉得费劲吗 嗯 不费劲 就是把这个绳子拉出来的时候 需要点力 但是最后拖动这个 整个门的时候 还是很轻松的 对对对 我也觉得特别轻松 对对对 这个是下哥 对你们刚才演示非常满意 但我又想起来又有个疑虑 如果在日常维护保养时 或者保洁的时候 需要停止使用它 那你可怎么出去呢 这个问题 确实还没考虑过 嗯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门呢 是可以手推动的 嗯 啊 具体需要多大的力气吧 这确实我们以前没有做过测试 嗯 那您觉得我们这女同志可以推得动吗 嗯 应该比较费力气吧 毕竟没有错过这事 要不咱们先撤一下 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右起 这单向门运动起来 力度就很大 如果停电失去动力 想要推动它 应该会更难吧 350牛 350牛是吧 35公斤 相当于是70斤是吧 35公斤 是一个小孩了 呃 瘦一点的姑娘也有七八十斤 对 嗯 你这劲可够大的啊 这样 嗯 是吧 通勤的话确实有点困难 350牛 这对于一个女孩来说 推起来都很费力 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 这样的单向门 还能得到王主任的认可吗 我觉得其他地方都挺好的 就是在最后这个环节 就是这个这个 遇到疫情情况 这个门 我觉得 刚才你特别是你推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门是很有点重 如果遇到有老人啊 小孩啊 或者是有些妇女啊 他们来推的话 肯定是还是比较困难 华老师我们看到哈 这个门呢 推起来是比较费劲的 是不是因为它的选材是 呃 钢化玻璃 所以说比较的重 比较的费劲呢 哦 对 这个一定是原因之一 因为它的这钢化玻璃密度 比较大 而且它这个门的体积 也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建议它呢 实际上有一个 尽可能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 给它做一个轻量化的改进 而且呢 如果它有急停的这种需要 它实际上也可以有另外一个 思路 就是做一个安全系统 好 针对华老师刚才提出的 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的薛工将如何改进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自从上次失败后 薛元就在家 潜心研究 因为他知道 没有任何难题是时间解决不了的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实验研究 新的单向门终于做出来了 为此 我们的记者再次找到了薛元 我记得咱们上一次停电之后啊 阻力特别大是吧 是是是 压根就出去啊 根本很难推得动 哦 那这次呢 非常轻松 你可以试一下 那我试一下呗 薛大哥 您帮我拿一下啊 对好了 我试一下 我这个 我搬之前是不是得做个热身运动 我怕和上次一样 不需要不需要 很轻松 轻轻一推 小哥我搬了啊 轻轻了 哎哎好随意啊 是很轻松 很轻松 不吃力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可以可以 小孩也能推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副门的安全的一个问题 把它解决掉了 嗯 我们推这个门的时候啊 他能保证这个门自动停止 不会在这个间隙之间啊 也不会加到人 也不会挤到东西 就是加了什么零件啊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啊 加了一个就是安全的一个餐馆器 保证他有一个安全的一个间隙 然后可以自动停止 我这个黄江潮啊 现在多了一个自动停门的功能 以前是这么按不动的 现在我们现在轻轻一按 啊就是说 以前这个装置也有是吧 对但是 但是它只能是凹下去 但是没法这个整体来动 是是是 整体动起来 最后能整体动 后面就有一个开关传感器 你看就在那 来您给我动一动 我看看 啊原来是这样啊 防夹条就有了停门功能 哎您拉到这个车站试过了吗 我们要不我们现在就拉过去试试 行 问题看似是解决了 可实际运用中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为此我们带着单向门再次找到了王主任 为了更直观的检测 单向门停电状态下适用情况 我们切断了单向门的电源 有几名旅客用体力推动单向门 这次测试 又会不会成功呢 好停 大哥 您退回来 好我问您一下啊 趁您一会就出去了 您刚才也推了一下了是吧 您觉得这个推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可以 也不费时费力 不费时费力啊 有没有感觉一咬牙一跺脚 不不不 你很轻松吗 对自然心理 应该可以吧 咱们这门材质可是这个不受钢的 有点分量 你怎么就赶保证 你能推动这个门呢 应该不是电动的吗 不是电动的吗 我们现在没电啊 没电 停电状态 对 应该差不多吧 还是满一阵的 你还挺有劲的是吧 很快 我们的女性旅客 也毫不费力的顺利通过 看来这次 单向门的改进效果还不错 这次 王主任 应该能满意了吧 那太轻松了 跟上次完全不一样 上次是就几个 年龄 那个力气比较大的同事都没有推动 这次我 你看我这么瘦小 就轻轻松松就推动了 确实很省力 机型呢 做了很大的改动 然后让保证旅客 就是用一个很小的力气就能推动 我们大人小孩都能很轻松 由于上次单向门停电的状态下 门体和电机还是机械连接的 所以推起来难度就很大 这次单向门在停电下 门体和电动机自动断开 这样推起来就很容易了 那么运动中的单向门又有多大力度呢 我现在显示的数字是五十牛 薛大哥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五十牛是个什么概念 就相当于一个五公斤的力 五公斤的力 您还记得我们上次是多少牛吗 上次是大概在两百多牛 两百多牛 您觉得一个小孩子能推动吗 上小学的小孩子可以轻易地推动 如果是小孩太小的话 就需要大人带一下 五十牛的撞击力度大致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 我们决定让薛园再次绑上气球 这一次气球该不会破裂炸开了吧 马上就要开始挤气球了 信心满满 信心满满 没问题 万一爆了呢 爆了是我的事 那行吧 那我们开始吧 好 没想到 门体刚接触到气球 就停止了运转 学员身上的气球 变形的幅度很小 这样的撞击 用一根手指都能将其挡住 我看您这个面色淡定是吧 是 是不是咱们这气球质量太好了 是门的力量很轻 是门的原因是吧 基本上没有感觉 主任 您看啊 刚才是虚惊异常 对是的 你想到咱们这气球没破吗 没有想到 就在大家认为 单向门没有问题的时候 王主任突然提出了意外一个担忧 如果有小朋友 想从外面的侧门跑进来 被夹住该怎么办 又会不会造成意外的伤害呢 出发以后 门体会自动停止 防止危险发生 是有这个出发的特定的这个位置是吗 对 清楚他就出发了 能触动警报的这个地方是固定的吗 不是固定的 整个门体都可以 整个覆门都可以 如果我说我碰这呢 也可以 也能触发吗 对 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触发 不需要多大的力气 那这样您出来我试一下 好吧 没想到门体反应这么灵敏 想必这一次应该得到王主任的认可了吧 不管你是小朋友 或者是你带着 拖着行李 只要夹在这个 副门的部位 都会停止 保证安全 我觉得这个门挺好的 比以前这个门好多了 这个我很满意 这个警报系统呢 这个警报系统也很灵敏 这个很有效的预防这个旅客 或者是家商 对对对 为了感谢这个发明人 我也送上我们的一个小礼物 哇 太精致了 谢谢您 好 谢谢 薛大哥 送您的这个礼物呢 也相当于是咱们铁路部门 对您的一个认可 是吧 是 您现在心情怎么样 非常高兴 就是能够得到铁路部门的认可 也是我继续研发的一个动力 所以我以后也能够 做出更好的产品 薛源研发的智能平面单向门 经过四代改进 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车站 单向门保温效果差 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是一个很好的单向门 智能平面单向门 是一个很人性化的设计 它方便旅客更好的进出站 如果加上视频监控 我想值班人员就可以从远处 来观察单向门前后的情况 这样使用起来会更令人放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联络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 华为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手擀面 它不仅口感坚韧 更是养生健胃的最佳主食 但有很难制作的面条 因为它要经过压面 擀面 切面 收面 等一系列过程 并且要讲究一定的记忆技巧 最终才能获得一碗 口感筋道的面条 面对这种情况 现代的科技 能不能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快面小将